我身上的褲子呢 它是無彈力的牛仔面料 漸層短褲喔 好 這一款呢 是 我覺得每年啊 都是會出一件漸層的短褲 那這種漸層短褲只要擁有一件就好 如果你家裡已經有類似漸層 我覺得就不要再買了喔 另外其實漸層真的只要一件就好 我覺得它不是說 一定要有很多件去替換 因為一件 比如說淺色漸層我覺得就夠了 所以提醒大家不要亂花錢啊 你的衣櫃如果有這種漸層色系就不要再買了啦 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這一件 然後可以稍微聽一下牛牛的介紹喔 本身這一款呢 我穿下去的腰圍是ok的 所以它是正常版型 然後是淺色刷白的漸層 然後它是無彈的喔 所以告訴大家喔 其實我穿下去它是卡在我這邊的 我是拉不太動的 好 那跟大家講一下這一款的褲子啊 它比較短一點點 它剛才切在我的微笑線喔 所以你屁股或是骨盆比較大的人啊 其實可以買M號 細個腰帶 然後不要露到你的屁股蛋肉 其實你看這邊 其實牛牛穿這件算是蠻短的 好 但是我這一款呢 我自己啊 如果出去買出去穿的時候啊 我就是可能就是會搭一些罩衫等等 可以遮住小屁股的 好 所以呢 如果你們很喜歡這一件 這件好像是正常版型 但是它就是比較短一點點 反正它的長度其實比較短 它才切在我剛好我的屁股的肉 微笑線之下 所以其實 牛牛雖然很瘦 但是我的這個骨盆比較寬喔 有時候它會卡上來 會顯得褲子比較短 不一定是每個人都是這樣子啊 所以是希望大家如果不敢穿那麼短 你可以買M號 然後細皮帶 所以如果你有尺寸的問題呢 可以問牛牛 那如果平常你就是辣妹 好 跟牛牛一樣 很喜歡穿很短很短的東西 正常就可以了 好不好 後面會出連身長陽會啊 陸續都會啊 因為其實現在天氣還是沒有到正熱 或是正中夏天 陸陸續續會有非常多的長陽啊 褲裝啊等等啊 花系列 都是有的喔 大家真的不要亂花錢啦 對 我覺得這種漸層褲 大家很多人沒有 就會想買 那有的人就不要再花錢買 因為漸層褲其實都差不多 就是雙色嘛 所謂的漸層就是雙色 但我覺得它穿起來 真的是很好配 就是我剛剛配任何一色的 就是那個背心 都覺得很好看 因為它就是有一個刷白的顏色 那版型正常 再提醒大家 最後一次喔 它比較短一點點 如果你不敢穿太狗 微露屁股蛋的褲子 請你買大一個尺寸 然後腰圍它就會比較降 比較低腰一點點 好喔 再來呢 褲子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褲子大家喜歡嗎 最近我自己有買 因為我覺得 每一次搭任何的T恤啊 尤其是素T我覺得最好看 就是因為 譬如說一般牛牛搭綠色 拿個白褲來搭 就稍顯了 另外一種感覺 好如果拿深色來搭 就是比較 嗯 沒有那麼活潑俏皮 但是大家看一下搭了雙層色牛仔褲 就是感覺整個人活潑了很多 即使上下都是蠻素的東西 我覺得大家可以利用這一條褲子 去搭配你家裡很多素的東西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